長途客運排排站 旅客卻只有小貓兩三隻 走進車內一台車只有五名旅客 時間到了坐不滿兩成 也得照樣發車 走進後車大廳更慘 我們來到客運的後車大廳 可以看到一片空蕩蕩的 幾乎沒有乘客 而雖然現在的拍攝時間 是早上十點多的離風時段 但畢竟這裡是台北車站 在過去幾乎無時無刻 永遠有絡繹不絕的外國旅客 對比現在這番光景 客運業者實在笑不出來 這樣的慘況疫情多久 就持續了多久 而除了國境封鎖斷了客員之外 招募司機更是一大困難 現在交通運輸業者最大的困擾 就是找不到司機 那麼前一段時間 交通部公路總局 專案編了預算 公路總局長 交通部長也都出面 但是效果不好 國際石油的價格是不斷的飆漲 這也反映在燃料成本會提高 那另一方面 因為在第三季時 國境還沒有全面開放 一直要到10月13號 才會兩階段開放 所以也導致說 這個交通運輸業 不敢有太樂觀的心情 因為即使是新政策上路 大部分的民眾一開始 也會抱持著觀望的態度 那可能要到幾個月之後 才會明顯反映在業績上 根據美商鄧白市 2022年第三季報告 台灣企業整體樂觀指數 僅108.1 較上一季大降18.8% 創兩年來新低 其中又以交通運輸業最悲觀 在銷售量 銷售額 淨利潤 甚至員工數量通通不樂觀 其中前陣子超夯的跨國航運 更是猶勝轉衰 其實這個跟這個歐美的 中端需求減緩是相關的 那因為它的整個需求減緩 所以說整個的運量 有一點供過於求 那先前的那種結構性的問題 其實是已經慢慢解決 那這個運價就近期的未來 要再回到這個疫情前的 這種水準大概也是蠻困難的 這據台灣經濟研究院 發布的8月景氣動向調查 製造業服務業與銀建業 營業氣候測驗點全部下滑 其中銀建業93.12點 較7月大幅下降3.49點 廠商大多認為 未來半年景氣表現將變差 外銷訂單與出口疲軟 民間投資轉區觀望 國泰台大產學合作團隊 下修我國今年經濟成長率預估值 從3.4%降至3.2% 預測明年經濟成長率為2.7% 保三無望 比如說像石化啦 機械基本金屬 這一部分的出口 其實主要是受到中國 它的清零政策封城的影響 當然是有一些轉單轉到東南亞 但是就是說 這個可能量方面還是比較有限的 至於說高科技的一些產品 本來歐美的中端需求 是支撐我們出口主要力道 但是現在歐美都受到同盆的影響 那再加上這些相關的高科技產品 其實庫存啊 供過於求的現象還是持續 所以說在第四季的這個 這部分的高科技的出口 也是比較沒有能監督 美元升息 烏二戰爭 再加上全球疫情反復 的確很難讓產業樂觀 現在就看美中兩大經濟引擎 誰先復蘇 或許就能緩解全球產況 TVBS新聞顏銳生顧上軍 台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